嗨大家好,我是苏苏,今天我们来看惊悚电影《黑暗面》。 由于女友不告而别,英俊年轻的指挥家亚德只能借酒消愁,但喝得鸣鼎大醉的她很快与人产生了争执。 好心的女招待安娜眼见亚德被打倒在地,便将醉酒的她带回了家。 次日醒来的亚德显然觉得有些尴尬,于是她当即不告而别,并赶往剧场进行当天的工作。 可亚德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失礼,她也再次前往酒馆向安娜致歉。 在得到了安娜的原谅后,亚德又利用指挥家的身份得到了安娜的好感。 对于出身平凡的安娜来说,单身的亚德不仅拥有英俊的外表,还是难得一见的优质青年。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投入了亚德编制的情网,并与亚德仿佛了自我。 虽然次日醒来的她很快发现,别墅中还有另一个女人存在过的痕迹,但美梦成真的她却刻意忽视了这些细节。 与此同时,地方检察官敲响了别墅大门。 而被蒙在鼓里的安娜此时才得知,亚德的前女友小贝刚于不久前失踪,并至今下落不明。 作为安娜的发小,陪同调查的警员雷兹忍不住出言提醒,但安娜却不愿相信亚德有犯罪的嫌疑。 在与亚德确定关系后,安娜便自觉地搬进了大宅。 可她很快发现,大宅中经常有诡异的事情发生,这让独自在家等候亚德的她十分不安。 除此之外,她还在卧室的地板下发现了一把造型精美的钥匙,于是她将钥匙当作装饰挂在脖子上,然后继续享受作为女主人的快乐。 可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,大宅再次因为陷入老旧断电,而她也在慌乱中摔倒在地。 虽然安娜的外伤并不严重,但她却坚信大宅闹鬼,并将亚德领到卫生间倾听那些诡异的声响。 亚德显然不相信安娜的说辞,因此她只是敷衍地安慰了安娜紧张的情绪。 但这时,亚德突然接到了检察官的电话,而却确认过那具完全烧焦的尸体后,她当即便断定那并不是失踪许久的小辈。 回家后的亚德发现,安娜似乎是在与人说话,但安娜却一口否定。 并诡异地看向了镜子,而镜子后面竟然是愤怒的小辈。 在与小辈一起搬到哥伦比亚之前,亚德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指挥,可凭借英俊的外表和独特的气质,她最终得到了大乐团的青睐。 由于这样的工作机会千载难逢,亚德便希望小辈能够辞掉工作陪自己远渡重洋。 虽然这样的牺牲让小辈陷入了焦虑,但为了男友的发展, 小辈最终还是暂时搁置了自己的事业。 而可喜可贺的是,亚德的首演十分成功,她也得到了乐团经理的大家赞赏。 可让小辈不安的是,两人的生活还没有完全稳定, 喜心厌旧的亚德便开始和乐团的小提琴手维罗尼卡暧昧不清。 起初,小辈相信了亚德的鬼话,并和他一起搬进了位于郊区的大宅。 而Lyns的经历以及喜爱小狗的性格,使得小辈颇受女房主的喜爱, 于是女房主放心地将爱权汉斯交由小辈照顾。 只是让小辈没想到的是,亚德并没有收敛。 于是在又一次逮到男友和维罗尼卡独处后, 小辈便对亚德提出了警告。 一开始,亚德并没有承认他和维罗尼卡的关系, 但当小辈发现了他手机里的秘密后, 他也只能承认自己无意间伤害了小辈的感情。 虽然亚德一再强调自己只爱小辈, 但为爱牺牲的小辈还是将自己的烦恼告诉了女房主, 并在女房主的带领下见识到了这处大宅的神奇之处。 原来,女房主已逝的丈夫是一个才智过人的工程师, 而卑躬蛇影的他为了防止被别人谋害, 专程在这处大宅中设计了一个工人生活的密室。 密室可以通过单向透视的强化玻璃, 窥探到二楼卫生间和主卧的所有情况。 而在送走了去国外度假的女房主后, 小辈便决定躲进密室考验一下亚德对他的感情。 可由于这个想法来得太过突然, 小辈仓促之中并没有进行完美的准备。 在听到屋外的狗吠后, 他慌乱之中匆匆躲进了密室, 并将只能用钥匙打开的闸门反锁。 而随着亚德走进卧室, 期待许久的小辈终于看到了男友脸上疑惑的表情。 可查看过小辈留下的分手视频后, 亚德却立刻开始掩面哭泣。 男友的悲伤让小辈非常心疼, 于是他决定原谅男友并准备离开密室。 可当他翻找过背包后却发现, 用来开门的钥匙竟然因为他过于慌乱, 遗落在了密室外。 绝望的情绪立刻涌上了小辈的心头, 但无论他如何大声呼救, 屋外的亚德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 由于女友的不告而别让亚德十分担心, 于是他不仅将视频交由地方检察官, 还希望对方能够尽快对此事展开调查。 与此同时, 被困在密室的小辈很快发现, 毫无准备的他没有食物和水源, 只能依靠密室中过期的物资生活。 脏衣腐坏的食物和管道内秀石的污水, 让孤身一人的小辈生不如死。 而更让他绝望的是, 亚德很快便忘记了他离开后带来的痛苦, 并将年轻美丽的安娜带回了家。 生理上的痛苦加上精神上的折磨, 让小辈恨透了喜心望旧的亚德。 而发现利用管道震动可以制造波纹的他, 也未能引起亚德的丝毫注意。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, 住进大宅的安娜竟然先发现了这些异常。 于是, 他开始不断寻找机会, 以求安娜能发现它的存在。 而安娜也很快在意外中捡到了那把小辈遗落的钥匙。 虽然重新看到希望的小辈再次呼喊了起来, 但将钥匙当作吊坠的安娜却没有觉察到镜子后的异常。 由于密室的发电机意外损坏, 生活在黑暗中的小辈便只能看到玻璃透出的微弱光线。 除此之外, 在亚德取任领无名女士的当天, 在屋外散步的安娜受到了启发, 于是他将换洗池接满了水, 然后发出了指令。 在安娜的询问下, 求生心切的小辈不断敲击管道, 而得到回应的安娜也通过挠镜子的汉丝, 发现了进入密室的大门位置。 可就在安娜找到钥匙孔并准备开门的刹那, 他却突然犹豫了起来, 因为他并不想让小辈重新回到亚德的生活中。 猜到安娜的想法后, 小辈的内心再次被绝望笼罩。 而此时, 亚德刚巧认识归来, 安娜便赶忙投入了男友的怀抱。 由于小辈能够窥探主卧的一切, 感到别扭的安娜便将东西挪到了另一间卧室。 而随着亚德的工作期满, 安娜也准备随亚德搬往西班牙。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, 小辈的失踪案很快被发小雷兹接手。 而利用植物之变, 一直喜欢安娜的雷兹竟然拿到了亚德出轨的证据。 在看到照片上男友和维罗尼卡亲密的举动后, 安娜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命运。 而当他再次呼叫小辈时, 却发现管道内再也没有了任何回应。 于是思前想后的安娜很快便做出了决定, 并最终打开了密室。 在看到已经昏迷不醒的小辈后, 安娜迅速上前查探, 可这一切只是小辈的诡计, 安娜也随即被他打晕了过去。 在逃离密室并锁上大门后, 重见天意的小辈匆匆地来到了客厅。 而此时, 房产商刚巧打来电话, 向他告知了女房主因病去世, 大宅即将出售的消息。 由于工作期满后要返回西班牙, 所以毫无留恋的亚德便向维罗尼卡提出了分手。 可等他当天返回大宅时, 汉斯的犬飞声却将他引向了卧室。 在空无一雾的床垫上, 亚德发现了小辈留下的钥匙, 而卧室的镜子上更是贴着两人曾经亲密的合照。 最终, 回到西班牙的小辈彻底放下了这个渣男。 而被困密室的安娜, 也只能面对黑暗中未知的命运。 好了,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。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,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。 我们明天再见。